大家好,我是小鱼妈妈 准备在这里种一点荷兰豆 种之前先上好底肥 综合兰豆腐血脖,先挖好坑 间计横数大概都是15厘米 一个坑放4-6颗种子 你们种荷兰豆是这样种的吗? 最后照例撒上些草木灰 我部种都会撒一些草木灰 草木灰可以促进种子发芽 轻轻拍一下土,浇水的时候种子不会跑出来 长出来的苗也更强壮一些 初苗前每天浇一片水 这是一个星期后的荷兰豆 初苗之前我在上面盖了一层东西 初苗之后我就把那一层掀掉了 两天之间就成这样子了 这些不知道是被老鼠吃的还是被什么吃的 现在是重新补种 荷兰豆现在已经长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给它浇点肥 我这个鸡粒是颗粒的 先用水泡一天明天再来试肥 我怕荷兰豆又会被鸟吃了 或者是被老鼠吃了 就给它盖了一个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荷兰豆的苗还太小 不能浇得太浓 三四天试一次肥 就应该长得快一点 到时候还要给荷兰豆搭个架子 架子还没想好怎么搭 用什么材料搭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